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般我就在想着回来之后剪一个跟以往风格差不多的Vlog交代一下就好了 但是我玩完之后我整个就是真的太美 它的风景实在是太好了 而且整个旅行的过程给我感觉很舒服 就是完全满足了我对热带旅行的一个幻想 所以我就想着除了跟大家分享一下很不错的风景之外 然后也可以聊一聊就是这次旅行啊 吃穿住行啊 还有消费甚至是一些壁垒的地方 首先是大家最关心的钱的问题 花了多少钱 说实话我觉得巴基岛它做了一个出国旅行 相对来说消费是真的不高 我们四个女孩子一起出去玩 人均下来是5000人民币 5000人民币 然后我们在吃的方面可以说是不太节省 就这样算下来一共是5000人民币 当然了有些人说我们的机票呢 我们每个人出发的地方不同 然后民宿酒店这种每个人喜好也不一样 可能开销上会多少有些出入吧 但是你如果说除去机票和民宿的话 除去这两个大头 其他的加在一起 人均就只有3000人民币不到 嗯 没错 我们的机票和民宿一共就花2000块钱 然后具体它 餐厅和景点门票的价格啊 我在后面也会多少提几些 就是我们吃的我们玩的大概都多少钱 当然了如果你想看具体的价目标 其实你可以在推荐某书或者Google啊 或者很多网站你都可以搜到 他们已经帮你把所有的餐厅的价格 都已经每一道菜都会给标出来 只要搜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旅行公路 很多很多 然后呢就是旅行前要准备两些东西 首先就是买机票 我们是从吉隆坡出发的 然后吉隆坡到八里岛 我们一共有机票 人均就是1000出头人民币 这还ok 然后呢旅行前呢 你买了订了机票 订了酒店之后呢 你要去打印这个东西 它是叫做机票行程单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机票行程单上呢 会详细的写你的名字 然后你的飞机日期啊 然后你的航班是航空公司 还有你从哪里出发哪里落地 然后它这个呢 其实有点就是一个证明 你去哪里都是需要的 就不管你去哪里旅行 都要打这个单子 然后你在过安检 就是过海关的时候 他们会要看你的这个东西 然后第二个就是酒店 酒店你要打的酒店的行程单 就是你订的是哪一家酒店 然后有哪些人入住 就是你在入酒店 check in 就是你去入住的时候 对方可能会需要看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国际旅行健康证明 这个东西也是因为疫情嘛 就是你打疫苗的证明 就是打一下 这个东西你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 国际旅行健康证明 然后就会有一个小程序 然后在里面很容易就是一分钟的事情 然后你就找个打印店 或者学校的打印机 或者是什么样 你给打印下来 打印成纸质版 纸质版很方便 而且有些地方它是要求纸质版的 然后你去的时候呢 你就把你的护照 然后你的这个行程单 所有的行程单和证明 一共就三个东西 然后酒店的这个你还可以不管 反正进机场你就只需要 机票行程单和你的国际证明 然后你就给它装在文件下里面 然后带到机场去就可以了 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它叫做落地签 很多像我去泰国曼谷旅行 还有包括这次的巴厘岛 都是落地签 你可以随身携带一两张你的照片 这个尺寸那小呢 其实因为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我一般就是包里会自己准备 一两张我的照片 就是一直准备着 像泰国曼谷它的落地签 是需要填表格 然后填你的照片的 并且交多少钱来着 两千泰铢我记得是 两千泰铢的一个落地签的费用 但印度尼夏巴厘岛呢 它就不需要这个照片 也不需要填表 你进去之后你交钱 它就给你个临时visa 你就可以进去了 印度尼夏的入境 落地签是五十万卢比 二百二十五元人民币 印度尼夏的货币呢 是卢比 卢比和人民币的汇率呢 我是3月15号 我查的汇率是 两千两百二十九点八三 然后等于一块钱人民币 当地的一个冰淇淋要三万五卢比 三万五呢就相当于 十五块钱人民币 就它其实 就是他们国家的钱 因为实在是数额太大了 有时候不好算 有时候我们四个女孩子 在那边就是算钱算傻的 然后二千二万二十万 你就搞不清楚 但其实他们的那个 我们是说多少万嘛 他们是说多少千 就是多少多少k 然后很多菜单啊 然后很多价目表上呢 他们就会直接省去 后面的三个零 就直接跟你说 这个东西要三十五 这个东西要四百 这个东西要五十 他们说的这个数字呢 一般都是后面加一个k 就是加三个零 当然你每天去查的汇率 应该都是有一点差距的 但也不会差很多 当然你旅行前呢 肯定要是先去换钱的 就是你手里有的人民币啊 或者是你卡里的钱 去把它换成卢比 然后呢 我的个人建议 包括我在网上查过的很多功率 都说 你最好是在自己的国家境内 就一次性把钱全部换清楚 换明白 然后你再去 你再去玩 就是你不要再去巴厘岛当地的ATM啊 或者是当地有很多那种小小的小房子 在路边 然后上面会标着可以换钱 然后还有当地自己的一些银行 其实是有点风险的 因为就是我看到有很多人在网上说 有刷黑卡呀 然后就是可能偷你钱啊 这种情况 反正就有风险 所以最好是一次性在本土把你所有的钱全部都换好 全部换成卢比 然后它最大的 卢比最大的面额是红色的钞票 是10万卢比 就是100K 然后长这个样子 然后包括其他的钱呢 就是我也放在这里 给大家欠欠欠欠一下 我自己也留了不同面额的钱下来 而且他们当地是不会用就是说什么支付宝微信啊 然后像马来西亚经常会用的这种Boost Pay Apple Pay 然后Touching Go 它那里都是没有的 就是很少有人用吧 所有人基本都用现金 不过你呢提前已经在网上线上把机票啊 酒店都已经订好 并且线上付过钱了 那其实我觉得人均准备一个三千人民币是够用的 就如果你要去像我们一样是五天五个晚上的话 如果更多的话你就按照以此类推去算一下大概要多少钱 三千人民币能换到多少卢比呢 66到67张100k最大面额的这个钱 当时我们每个人就换了一千五人民币 拿在手里就这样厚厚的一大跌 真的笑死了 这个就是旅行的前期准备 然后你在巴黎岛旅行呢 我最佳的建议就是你去预约一个司机 就是价格其实我觉得也还可以 它是按天计算就是一千四百人民币 然后我们四个女生嘛就是人均一百块钱一整天 然后五天下来的话呢就是五百块钱一个人 因为印度尼西亚的交通其实真的很不好 他们路就修得很窄 然后那种感觉像单行道上走两辆车 就是你自己如果去自驾游的话呢也是可以 但是中国的驾照不可以 一定要国际驾照 然后你可以去那里租车玩 但是就是自己开车我其实觉得不是很方便 请一个当地的司机比较好 请一个司机真的很方便 就是可以节约很多时间成本啊 巴黎岛上的出租车 基本上就是Grab和Bluebird 这两个的话 就是出租车的价格其实也很贵 所以其实我个人更推荐去请一个司机 而且这个司机它不仅仅是给你开车 就是它会告诉你哪些地方好玩 它因为它是本地的等于说是一个导游 如果你想去一个网红的景点 它会告诉你在这个景点附近 还有哪些著名的景点可以顺带着一起去玩一圈 你可以要求它早上的任何时间到酒店来接你 不管你的酒店在哪里 它都会过来就是准点的到你的酒店门口来等着 然后呢晚上玩完了之后 它也会送我送回你到酒店 然后景点和景点之间呢 它也会负责全程的接送就是全包 就是一个私人管家的那种感受 我觉得它的整个服务的流程是很好的 我有一个学姐她前几个月刚去到印度尼西亚 然后呢她是在网上找到的一家旅行公司 然后去找到这个司机 后面呢在她的了解下就是这些司机 其实他们赚的钱是挺少的 他们大部分钱会交给他们自己的公司 然后自己就赚一点点 所以那个学姐就说你可以直接联系那个司机 直接联系那个司机他们会给你更优惠的价格 他们自己也可以多赚一点大概是这个意思 总之呢我就是我是自己去联系了司机 然后呢和他就是有签合同啊各种 如果你们觉得安全上不能得到保证的话 直接在平台上找这种旅行公司也是OK的 或者你直接跟这个司机face to face聊你们的行程的话呢 也可以私信或者评论 我可以把它的联系方式推荐给你也是OK的 吃饭的话呢 其实我们我们四个人人均基本上吃饭是70人民币到120人民币也是正常的水平 就是我们真的吃的很不错 就是我个人来看 基本上每一顿就是四份主食四份饮料 然后酒水然后那个薯条鸡翅这种东西 还有当地的一些小零食什么的 相对比较贵的也是120出头这个样子 最贵的一家就是我们破例我们去吃了一家海鲜餐厅 然后那个餐厅它是就是靠着海边的 然后你可以一边吹海风一边看大海一边吃高级海鲜 就是非常非常爽的体验 然后整个餐厅的环境也很不错 然后吹拉胆弹唱什么都有 但是它的价格也确实是高 我们那一顿的话人均吃了300多块钱的人民币 可以说是就奢侈了一把 但是或者说你出去这种很奢华的 吃饭的钱呢那你整个旅行的消费 其实还是会再下来再下来一点 我们其实完全没有亏待自己了 然后你要是说当地有没有什么特别特别好吃的东西 我们吃的最多的就是他们的那种炒饭炒面 就是东南亚风味的菜 其实我觉得都大同小异 然后像马来西亚的菜 英国名西亚的菜 泰国的菜啊 风味其实都是酸酸辣辣甜甜的那种感觉 我的话我我胃口超级好 就是我什么都爱吃 对我来说就是都很好吃 如果你想有更多的了解的话 你可以就像我说的 提前去找一张某书啊 一些就网上呢 就是攻略都会有的 都会有很多很多推荐 你可以在上面慢慢的找 那些网红餐厅你要打卡 你把它记下来 然后我就告诉你的司机 他就会带你去 当地的司机 其实八重本来就也没多大 然后司机其实基本上每个地方 他们都很熟悉在哪里的 那你知道就是基本上我跟我的司机 就是我告诉他这个参线的名字 然后他立马就是不用查 你不用查Google 我知道在哪里 他就会带我们去 还有一个我突然想起来 就是巴厘岛它是有灭雪冰城的 这个时候我们是万万没有想到 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民宿对面 就正对面有一家灭雪冰城 我们当时就很震惊说 巴厘岛还有灭雪冰城 然后我就问了司机 我说这个灭雪冰城就是在巴厘岛出不出名 然后司机说特别出名 就是人人都知道大家都爱喝 然后我们也点了 就确实是不错 接下来说一个穿什么衣服 很关心的一个问题 印度尼西亚在赤道县附近 全年全年都是夏天 非常非常的热 不要想着戴很厚的外套 除非你是说你想去爪哇岛去爬火山 这种需要深海拔的地方 你可以带一些厚眼的衣服 但是巴厘岛不需要 你要美美的拍照呢就是穿裙子 像贝尼达岛啊 然后水米亚 西米亚 西米亚海滩 这种地方很适合拍照 很适合穿裙子去拍照 真的很漂亮 个人建议是最好戴两套泳衣 因为需要下水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泳石海边 各种各种地方 包括它当地有个很很出名的地方 叫圣泉庙 Moral Tara Ample 这些地方都是要下水的 就是圣泉庙里面的话 它是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活水泉 然后很多人会在里面洗浴 然后 就 可以去体验一下 应该是觉得很有意思 所以其实我觉得 戴两套泳衣完全不过分 很多海商 海商巷 潜水啊 各种要玩的地方 都是要泳衣的 鞋的话 运动鞋 拖鞋都OK 但是对我个人而言 因为我特别喜欢 呃 赶海 所以我就是 我就带了两双拖鞋 穿衣服方面 基本上就是这样 就是也没有什么特别要主注的 然后就是防晒一定要做好 就算它没有出大太阳 这阴天也要 也要涂防晒 因为那里的紫外行事 是太吓人了 就是直接就是太阳杀了我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周五天一共去过哪些景点 首先一个是 牛三年里的 被你打倒 被你打倒它是一个单独的小岛 我们额外支付的人中 73万卢比的费用 包括你坐百度船 从巴里岛前往贝尼达岛 然后呢 你回来 然后岛上呢 所有的项目 还有专门的司机 贝尼达岛是我 百分之两百推荐 一定一定要去看的地方 它虽然就是说 可能有些地方你需要你动动你的腿 去爬一爬路 但是真的就是那个风景 你就是 就这辈子没见过 你就是去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不去贝尼达岛 就是四大名著 没有看过《红楼梆》 你的人生就是 是有缺憾的 它是不完整的 就是一定要去 我No.1第一个推荐贝尼达岛 所有人都给我去 第二个地方叫 《红楼梯》 《红楼梯》 然后里面会有 特别著名的 篝火表演 还有 你可以在那里看《日出日落》 我觉得那个地方 它不愧为《红楼梯》 而且真的很适合情侣过去 就是 它一起坐在那个 《红楼梯》旁边 看那个 《红楼梯》真的太浪漫了 我当然在《红楼梯》看了一场日落 我真的是看得我泪流满面 我真的当初 我真的要哭出来 第三个推荐的地方是 水明样海滩 Simiak Beach 这个地方就是 很美式 就如果你去的时候是淡季呢 基本上你就是只能看到 欧美的那些白皮 和被晒红的白皮 不知道的还有一点 你在美国小岛上度假 整个海滩非常的干净 每天都有人工去清理垃圾 那个沙制也很好 沙滩的 就是 而且它的沙滩是一个很长的沙滩 就是 那个海水就是 嗯 不像那种就是 那个海浪也很长 就 不知道怎么解释上图片吧 总之就是非常的漂亮 然后呢 你可以 我在那里捡螃蟹啊 看日落 然后 很喜欢 那边有很多的 可以挺躺的 沙发呀 还有沙滩椅 但是那些呢 都是要付费的 那边的酒水会有点贵 但是门票 没有门票 不要钱 就是 大自然的馈赠 你进去看就完了 其实我们进去就是没有花钱啦 真的很推荐 很喜欢 还有一个地方叫 潜沙滩椅 本路宝 嗯 那个地方也其实也是个海滩 嗯 然后 它有很多很多 水上巷 就是可以玩的那种 潜水呀 海底行走啊 然后滑翔伞呀 然后 空中水上飞人啊 就是各种那种 就是什么都有 可能一个项目 人数就是两三百块钱 这个样子 贵的 最贵的是三百 三百出头 然后便宜的话 就是一两百的也有 就是可以跟它降价的 就是你可以跟它砍价的 比如说便宜点便宜点 我们就是我们四个人一起去玩便宜点啊 它是可以给你降价的 然后还有一个地方是巴图尔火山 巴图尔火山 巴图尔火山 巴图尔火山其实我们就是远远的看了一眼 因为我们没有 如果你真的要上山的话呢 你是要租那个吉普车 然后就是越野上去了 然后我们当时其实是没有去 我们就远远的看了一眼 Farting还是挺不错的 但是 你这个推荐指数就没有那么高 其他的话呢 我们还玩了提前修行 I's for real money 库塔夜市 Hoternight Market 乌布传统市场 Uber Tradition Market BWK ATV All Back Uber ATV的话 它那个地方其实是一个玩 玩就是一个越野车的一个地方 然后泥巴壁里面 然后开越野车 然后兜风的那种感觉 那个其实是我们是没有 当时 因为我们自己的原因 我们就是没有去体验 但是我看着其实蛮好玩的 一起见你们尝试一下 好像人气还挺高的 然后我就要开始来讲一些 比较避雷的地方 就比较雷人的东西 我先看个灯 天都给我讲黑了 OK 我们来讲一点雷人的东西 讨价还价 一定要讨价还价 这不是说咱 吸的这个钱 不给他钱 人家这个国家 就是靠旅行也发展起来的 这个钱 该给的是要给购 但是 但是当地的一些很多东西 真的是价格虚高到一定 离谱的程度 所以呢 小胎小发一定要讲价 你对半砍打八十米 直接砍三分之二 因为砍价这个东西 我其实我个人是不太会砍价的 主要就是我同行的朋友去砍价 他真的很会砍价 但是他 确实是从摊主给的价格 直接就一半一半的往下砍 这个是很有必要的东西 比如说 像我朋友在那个 无补市场买了一个小木偶 那种就是我们国内义务小商场 给三块九都卖的钱贵的那种 就小玩意儿 当时也是帮他朋友买的 然后老婆婆开口就要了 二十万卢币 我就说什么东西 二十万卢币 二十万卢币 相当于人民币的 九十多块钱 我当时就 我当时就跟他说 哎你这个东西就是卖八万 我都嫌贵 因为 然后我们就跟他讲价 最后其实是 讲到了一个 人民币可能二十多块钱 买下来的 哎 就是不讲价真的很 一成大一元种 在那种地方确实要讲价 第二个让我很雷人的东西 就是 我去 盛泉庙的时候 在那个景点的门口 遇到一个卖水果的老奶奶 特别可怜 然后就拉着我 就是 嗯 我当时已经就是提前 我就老远我就开始拒绝 我就想 我就想跑了 奈何我跑 我跑不过这个老奶奶 啊老奶奶 就是一下子把我拦住 然后 呃就是开始 开始剥香蕉 开始往我嘴里塞 他真的就是 我当时就 啊 就是我 强买强卖 也不是这样吧 就是多少就是这个强制性 有点 然后实在没有办法 我就 我就想着给他点钱 打发他一下吧 然后一掏钱 我发现我没有零钱了 我只有那种 就是 整的那种红的抄 红的大面纹钞票 我一跟他说我没钱了 他就看到我包里 还有马币 就是马来西亚币 然后他就说 啊这个 外币也可以的 就是 就是他跟我说英语 他说外币也OK的 我当时就震惊了 说 如此不择手段吗 他可不必 啊还有就是 在乌鲁瓦度情人牙的时候 因为情人牙它有很多散养的猴子啊 这个也是一个很 比较雷人的点 就是那些野生的猴子 他们是 就是完全是自己在那个大马路上 就是 呃随便 随便自由的 自由 自有生活的 呃 但是这个野生猴子呢 他就并不是说很友善 就是那种小小猫小狗 臭牛 叫两声的那种 呃 他确实是自压咧嘴 有一些是可能会 呃 上身的那种 向往就被上身了 啊 非常悲惨的一个经历 就是我在那拍照呢 我在拍那个日露 拍得好好的 突然就是旁边有个 有一个 呃大叔跟我说 be careful 然后我就还没反应过来 然后那个猴子突然就 爬到我的肩膀上 把我的眼镜给抢走了 干嘛干嘛干嘛 干嘛 是 我去看那个猴子 然后去交换眼镜 最后是帮我把眼镜给拿回来了 然后眼镜呢 其实也还还可以正常用 就也没有坏掉 我当时还跟那个土著居民说呢 我说啊 谢谢你啊 真的很感谢帮我大忙了 啊 然后他们转身就问我要钱 啊 张口就是要多少 要两万 两万卤币 呃 我当时就 呃 我当给多少我有点忘记了 但是反正我是给了他小费 就是 呃 就是 感谢了一下他 他们当地人真的很喜欢纠缠式销售 所以 嗯 whatever 像你去那些Monkey Forest Wuluatu 有猴子的地方 或者是你在下海的时候 像酵母啊 潜水啊 滑翔伞 这些贵重物品一掉它就 拿下来放在包里 然后结束了之后 你再戴上 如果你说像我这种就是四眼仔 那种出了门 不戴眼镜什么也看不清的 然后也不会戴一线眼镜的这种 就是眼镜非戴不可的 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 就是 也是当地的人告诉我的 就是你可以拿那个橡皮筋 缠在眼睛角的上面 然后你就绑在那个脑袋后面 它就不会掉了 嗯 因为我们旅行的时间呢 也不长 玩的话也只玩了几个 我们自己比较想去的地方 所以呢我还特地问 那个司机导游 要了一个 详细的 就更详细的 更多的景点可以玩的地方 可以 截图 保存 然后或者是 私信我也可以直接发给你 最后就是最后一天呢 因为我们玩的实在是 玩的太累了 所以我们就想着去逛逛商场 什么的 但是说实话 逛商场这种事情 你在中国 在其他的一些地方 去找商场逛 我觉得是没问题 但是 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呢 就还是不要了 我们目前逛的最好的一个商场 叫 Duty Free Stone DFS 它是一家免税店 这个是我们逛下来唯一一个就是 还不错的 我能想到的基本上就是这些 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啊 都可以评论区或者私信我 或者怎样都可以 如果你想要 私信的联系方式 或者其他旅游景点的推荐 我这里都有一些 还可以继续分享的 都可以私信来问我 以前这样吧 拜拜 请不吝点赞 好營,好營,好營 好營,好營,好營 好,好,好,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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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